国务院总理李强17日在南宁出席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老挝总理宋塞、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越南总理范明正、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蒲坦、东盟秘书长高金洪 以及中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工商界代表等约1200人出席 李强表示,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 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凝结着各方的共同努力 当中有其本质的内核和贯穿始终的主线 这就是习近平主席精辟概括的《亲诚慧荣》四个字 这四个字既是中国周边外交方针的基本取向 也是慕邻友好的相处之道 更是我们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法宝 我们要在践行这四个字上下更大功夫 一是更好的践行亲字 进一步深化感情交融 中方愿同东盟扩大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 不断增进人民相知相亲 二是更好的践行成字 进一步夯实信任根基 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 重信首诺开展各领域合作 三是更好的践行惠字 进一步拉紧利益纽带 中方愿扩大进口东盟国家优势特色产品 构建更加稳定畅通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更好的践行融字 进一步扩展开放胸襟 中方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对接 李强宣布博览会开幕 并与嘉宾共同启幕 开幕事后 李强到中国东盟博览会掌管巡管 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吴正龙、高云龙出席有关活动